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场自己很喜欢品牌的秀 每一年来纽约 去巴黎或去米兰 也有很多收获 对于下一季的秋冬款的一些 前沿的一些资讯 那我觉得你这两年 确实是在各大时装周上 越来越亮眼 而且越来越敢穿 又非常的适合你自己的性格 那感谢我的造型师 用三个词来吐槽 或评价一下自己的衣品 中规中矩 喜爱的风格有一点单一吧 其实还是画翻没减 那你今天最种草的一个单品 是什么Tory Burch的 经典的包包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它很随性 又很有腔调 我发现你非常喜欢研究星座 你能说出巨蟹座的三个优点和缺点吗 巨蟹座其实比较温暖 万爱弱小 比较有包容性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就是刀刀刀 优柔寡断 比较的 记忆力不好 爱吃 年龄对你来说是焦虑还是礼物 我希望是礼物 至少在目前我没有任何的焦虑的感觉 我觉得任何的年龄 都有任何年龄该有的光芒和色彩 我之前听说娱乐圈的神婆应材 而有预测你今年会出家 你是什么感受听到这个消息 随缘吧 所以你自己其实对于真命天子的三个标准是什么 三观一致吧 能秩序相同 然后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 你如果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让你接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角色 另一个是让你马上遇到真命天子 你会选哪个 好难啊 巨蟹座有个缺点就是犹豫 都很重要啊 那就是先遇到哪个选哪个对吧 对 迄今为止你觉得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两个角色分别是什么 也不能说讨厌啊 因为每个角色都是我自己选的 那可能是直华 就是他不应该去抢小燕子的老公 还那么的不纯粹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然后最喜欢的应该是复杀荣莹 因为他很温暖 那你性格里面本身有白月光的成分吗 你觉得 无论是在工作中生活中吧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能包容的人 之前有看你po那个十年对比照片吗 然后好多人都说秦楠在逆生长 然后你是怎么看待逆生长这件事 没有逆生长肯定比那时候老了很多 我觉得一个人好的心态很重要 我觉得心态是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起点 看你和无垒的对比照的时候 你见到他最大的变化是在哪里的 个子太高了 一米八五八六八 他当时就到我这吧 男孩子可能从八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变化 会让你真的突飞猛进你的惊讶 你当时春晚的那个歌曲成为了top1的收视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就很意外 因为春晚里面很多节目我也都很喜欢 可能也确实因为有很多流量的小线肉在 谢谢秦楠接受今天的采访 谢谢